学佛人迫切需要的 我们怎样修佛 怎样真正把佛门这句话 有求必应的能够落实 时间到了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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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看到的问题不少 看两个小时能不能答完 第一位是北京过去是他所提问的 那样个问题 第一个是法师常说不怕念起 只怕觉知 念头一起及一生佛号概括 保持心清静 多年修学实践中 尚有妄念烦恼 十多十少浮现 参学到幽婆赛界界 在意菩萨品中 师尚有妄念烦恼 世尊一礼 以多过四例交接 设他自己在阴地修行时 把烦恼握由当作菩萨道 装严办 甚至常识中拘足了烦恼痛恼 因为由自在力 绝不让自己退转 并成就了异菩萨四条 这是情法式激活起来 做较深入的开始 这个 《幽婆赛界经》里面讲的 这个世尊曲的例子 我们反复学不到 那为什么呢 你在《幡网经》里面去看 释迦牟尼佛说 他这一次到我们这个世界 来视线做佛了 是第八千次了 换句话早就成佛了 他是来表演的 所以 在经论上佛唱书 众生有八万四千烦恼 佛有八千八万四千烦恼 是不是一个烦恼对一个烦恼呢 不是 这我们在《华严经》 都多了这么长久的时间了 我们了解 任何一个烦恼 都能够断一切烦恼 一届是多届是一 现在《华严经》讲的这段经文 就讲一下这个道理 但是 众生根性不像头 根性不一样 那么 修学环境也不像头 所以最方便的 最容易 最稳当 最方便 还是用持宁念佛的方法 所以不怕念起 只怕屈指 一句缝号提起来 就是屈恼 用这个方法 比什么方法都方便 人人都会用 问题 你能不能坚持 忘念 无论是善念 不管是什么念头 只要有念头起 第二个念头的时候 就是阿弥陀佛 就把它换过来了 所以大基经上 佛说 这个念佛是无上甚生产的 比宗门 这个参化头 观心参就 方便多了 那个很不容易 这很容易 所以我们 学习 一定要契合自己的根基 异行道 应道要走 不要替自己找法门 这样殊胜的法门 真正念佛 你看看 净土神仙路 网神传里面 许许多多人 念了三年 他就成功 过去有人问过我 这法师 是不是他们三年的时候 就寿命就到了 我不相信 哪有那么巧啊 不可能 而是什么呢 功夫到了啊 他 往生自在啊 我虽有寿命不要了 我想早一点去 他真去得了啊 这个功夫并不是很深 这个静宗 讲一心不乱 有三个层次 最高的 理一心 其次的是 四一心 再其次的 叫功夫成品 说实在话 一心不乱 我们这一生 未必能做到 但是功夫成品 是可以做到的 这个 理一心不乱了 烦恼断了 那就法神菩萨 这是 生 十报状印度 四一心不乱了 等于阿罗汉 见识烦恼断了 尘杀无名 没断 见识烦恼断了 那个往生不自在 想什么时候往生就往生 想在这个世界上再多住几年 没关系 他确实有这个能力 这个都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能做到的功夫成品 功夫成品 就是最浅的念佛萨 什么叫功夫成品 心里头除了一句阿弥陀佛之外 没有其他的杂力 妄想杂念 未断 但是这个佛号 得力 佛号确确实实 把这个妄想杂念 辅助 像石头压草一样 他真压得住 这种功夫 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 根性历的 这佛经上讲的 七天可以做到 那么功夫差一点的 根性差一点的 我想七年总没有问题吧 应该可以做到 是真的 那我们现在设佛不止七年 总有好多过七年了 为什么还做不到呢 不用功 就是警觉心不够 烦恼起来 让他起 不知道第二孽的时候 换成阿弥陀佛 他不知道换 那这就不行 所以问题还是处在自己 我们下支撑草的 我们下支撑草的 隔天下 有 最后 装 我们下支撑草的 下支撑草的 支撑草的